昨天空边还在祈祷 聚敬夜大S夫妇能够多多出来营业发糖 没想到今天愿望就实现了 9月28日 聚敬夜最新广告大片释出 一整个大秀恩爱 欧巴说 他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地球才能娶到大S 此生都会爱他胜过爱自己 无论过去多久 大S都是初见识的少女模样 都是他的小女孩会永远爱他 欧巴还用中文说了老婆我爱你 舔到掉牙了啦 之前狗仔拍到欧巴骑机车拍广告 还以为是要代言机车 没想到是钻石广告 一整个看哭的动作 欧巴把广告片发到IG上后 大S也立马赶来按赞支持老公 这也是婚后大S第一次给欧巴的IG按赞 可见这次广告真的有感动到他哦 同天小S徐希弟也在活动现场 大抱姐姐和姐夫的猛料 称大S今年还是不想要庆祝生日 还特别派出姐夫郑仲通知全家人 不要庆祝 欧巴也很听话 乖乖当家人间的传话筒 替小S问如果只是家人吃饭 行不行 大S又通过姐夫下达指令 吃饭可以 但绝对不要有生日蛋糕 这里就要来回顾一下 汪小飞的渣男动作 以及大S的女王行为 尤其是我老公这个人呢 因为他还不了解我不爱过生日 他有一个欲据还迎的人 他就帮我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生日party 然后我呢就真的没去 汪小飞你在高贵什么啦 小S虽然很怕讲太多姐姐姐夫的故事 会被姐姐骂 但还是勇敢透露姐姐和姐夫的甜蜜相处日常 和姐夫的浪漫举动 大S从结婚后就变身小女人 经常躺在床上追剧不起来 不得已要上厕所 或者干其他事的时候就会撒娇 姐夫就贴心的上前公主抱大S 抱着她去任何地方 小S讲这段的时候还不忘耍宝 调侃希望姐姐帮姐夫买个护腰 害现场记者全部想歪歪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小S透露姐姐目前还是没有要付出的打算 看来想要一度大S的美丽风采 还得再等等了